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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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舒香歡迎來到今天的棒球現場時間 那今天這集的話 我們要針對這次的這個生存模式 來分析一下這次如果你想玩台岡的話 可以做的一些戰略或者是一些選擇 還有棒次啊 好 以下是我的想法可以給各位做參考 那我們就開始囉 台岡的話是這次新出的這個新球隊 那這部分啊有些人可能想體驗看看 雖然說在EX卡片的部分 他的數值沒有其他對來的這麼好 那如果你想要體驗的話 其實我覺得還是可以玩玩看的 那這次的話 因為台岡的數值相對比較弱勢一點 所以會變成說他比較偏向是你有愛想的選擇 等一下講到戰略的部分啊 我會大概講我自己的一些選法 那其他隊的部分我們就不依依帶了 如果你有喜歡哪一隊的話 你就可以按照這個方式去做一些選擇 好 那我們首先先選台岡的部分 好 那我們簡單的排一下棒次 好 那我們排完棒次之後 等一下再來講解棒次的一些我自己的想法 現在講投手 好 首先第一章要講到的是陳柏青 要先發陳柏青的話 他這個球種上面的話有一顆切球滑球跟雙曲球可以使用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先發遇到的時候 數值上面沒有到很差啦 欸 EX卡片就都這樣 在這個情況的話我覺得陳柏青是可以去投的 然後你的配球主要可以抓在這個切球跟滑球身上 甚至是用一些滑曲球做一些搭配 好 那第二章要講到的是陳宇宏 那陳宇宏的部分的話他主要是他下勾 那球速的話很慢 所以說可以用這點去擾亂對手 因為EX卡片已經夠慢了 結果他還更慢 就可以去破壞一下節奏吧 那配球部分的話我會以這個直球 變速跟深卡還有曲球去做搭配 盡量讓這個球往下掉 那如果不會往下掉就是你大概可以配在這個 7號位或者是9號位的這個低角度 那如果往下的話 打者去出棒就很容易變成滾地球 好 那第三章要講到的是吳宥宸 吳宥宸的話你可以利用這個滑球曲球 還有指插球配在這個 1號位還有3號位的這個銅點去做搭配 然後偶爾可以丟一些變速或者是瞬間切進來的切球 切球的話你可以配在這個高角度的突襲 那謝寶奇跟黃紹瑞的話 這兩章我會選擇是換掉 那謝寶奇雖然說素質上面不錯 但他的球種我覺得有點偏少 那黃紹瑞的話他的球種多雷克變速 但是這個素質相對沒有這麼好 這時候的話我就會利用中繼投手 來去頂替這兩位的位置 第四章要講到的是陳奕宣 那中繼投手的部分的話 陳奕宣的球種其實不錯 那一樣你可以搭配這個滑球曲球加上指插球 第五章要講到的是林獅祥 林獅祥的話主要是有雙曲球的這個中繼 讓你要用滑曲球都可以場場上 第六章要講到的是徐玉民 那徐玉民的話球種跟素質其實都不錯 這張應該會是我這一波台鋼的主戰中繼 那我的配置會是以這個直球變速還有生卡球跟曲球去做搭配 那大概也是配在這個高角度 生卡球會掉下來 所以用這一點就可以去做一些擾亂 那滑球也可以使用的 最後一張投手要講到的是王毅陣 最後的話CP是配置王毅陣 王毅陣的數值也蠻不錯 但這個球種我自己比較不會用 所以在這部分的話我就不會特別使用王毅陣 好那這個部分的話我覺得先發的4號先發還有5號先發的這個 球種上面跟數值上面我認為比較沒有這麼好 所以如果有配到4號跟5號先發的時候 我會覺得可以讓後援投手去上 那後援投手可以上的就是我剛才提到的那幾位投手 好那投手部分就是這樣子跟大家講一下打者的部分 八九棒的跑雷我自己覺得可以放快一點的 因為八棒跟九棒這個部分主要是 因為是這個突破僵局制 所以他們一開始就會在二壘跟一壘 那這個情況的話盡量啦 在這種短局數的比賽 就是盡量能把分數送回來 就把分數送回來 只要對手一失誤 你這場就拿下了 所以在這個部分的話 八棒跟九棒這兩棒我會放這個 跑雷比較快的八棒一壘手王博旋 加上九棒的中外野手紅尾翰 好那第七棒跟第六棒的話 這兩棒我會覺得說你就放 數值相對比較普通的就可以了 好那剩下的話就是前面的五棒 首先真子佑跟夜寶地的話 這兩棒他的跑雷相對比較快一點 然後打擊也還不錯 對啦就台康的來看 的確是還不錯 所以這兩棒的話我會放在開路先鋒 然後第三棒的藍銀倫是他的 阿打擊相對比較高 那整體的數值上面也不差 那力量最高的杜嘉明 我直接拿來打四棒 然後張兆元的話就接取杜嘉明的棒次打第五棒 那張兆元跟曾成佐的數值其實差不多 然後兩位都是右打 所以我覺得這兩棒的 你哪一棒放五 哪一棒放六其實沒什麼差 然後後補的部分我覺得都不用動 除了三壘手的季慶蘭 因為季慶蘭那張的話 他的手背評價是相對比較高的 季慶蘭的手背評價是S 手背65 雖然說手背65比這個杜嘉明的手背72來的低 但是我會覺得這個手背評價 S還是比C來的好 不少 所以你在後段的時候是可以把 季慶蘭上去帶守掉杜嘉明的部分 那剩下的一些戰術部分 我們就下一集直接實戰給大家看吧 好那今天這部就咱們結束了 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幫大家學會知道 好那其他隊的話 就大家用這個方法自己去摸索囉 簡單來說就是 投手留 數值好 或者是球種好的 尤其是像切球 紙叉 升卡 甚至是滑曲球這種的 會比較壓得住 那第二點的話 就是你的打者 八棒九棒 可以放速度快一點的 那剩下就是 把強大者往前推就對了 一二三四五六 你就直接這樣排下去就好 你要用平價排也OK 然後就是注意一下 後補有沒有能換的人就換上來 那沒有的話就 可能像台剛這邊 沒有的話就不用 然後季慶蘭可能就帶守 就像這樣而已 好 那一樣 先發如果你覺得球種不夠力的話 就用後援去扛 那後援基本上 場場上也沒關係 反正你每一場都會更新 每一場體力都會恢復到最滿的 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幫我按個喜歡 讓觀眾們知道 如果你有其他想法的話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 那我們就下期再見了 掰掰